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佳在5月17日参加伦敦金属交易所亚洲年会时表示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生产国和消费国 港交所和香港市场都希望中国最终能成为价格的制造者 共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业务 帮助中国取得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权 港交所很希望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全球的大宗商品的交易中心 希望能够长期能达到三个主要的理想和目标 第一能够在中国做保税仓 第二我们也希望能够和内地的商品交易所 也形成一定程度的互联互通 至于说是产品的互挂 还是产品的互认 还是说互相的流量的交换 都很希望能够有所突破 我们都持开放的态度 第三个理想是希望在前海 做一个大宗商品的交易平台 李小佳又表示 香港的一国两制优势可以帮助内地在国际市场上 以更国际化的方式进行竞争 只要中国的资本 期货 商品市场对外开放 无论是走出去或请进来的开放 对于香港都是好事 这个最近大连的铁矿石的交易 也允许大量的外资参加 这个上海能源交易中心 也已经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能源交易合同 这些发展对于中国大宗商品 这个行业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他们的开放对香港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公司之父 有什么 elaki 你 陶